國際消息八十歲的現任意大利總統 馬達蕾拉之前已經表明不想要連任 但是當地時間二十九號 又被國會選為總統 為了意大利政治的穩定 他也只好接受 由於意大利各黨政 對於新任總統人選並沒有共識 最後各政黨領袖 就說服了馬達蕾拉 接受第二任總統的任期 而國會在第八輪投票過關 確定由馬達蕾拉續任總統 事實上意大利是歐元區第三大經濟企 但是最近在公共衛生 還有經濟方面是出現了多項的挑戰 而意大利總統有權任命總理 在化解政治為敵上是扮演重要的角色 有助於穩定政局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